有争议的还有大学的假发票案 今天最高法院针对指标性的中正大学教授林昭润案做出了判决 宣布撤销二审判决五年的结果发回更审 还同时认定了教授并不是公务员 也因此不适用刑法的贪污罪 中正大学教授林昭润六年前被控不时和销研究废涉嫌贪污 一审被判十年 二审被判五年 但12号出现大逆转 最高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更审 且认定大学教授不算公务员 林昭润系依据科学技术基本法规定承办 国科会及公园院等委托机关补制之科学技术研究金会采购事宜 不适用政府采购法招标审标结雕之规定 非执行公权力行为之公共事务 不计授权公务员的身份 最高院何议廷认为林昭润是一居科学技术基本法办理采购 不是用政府采购法 也不居公务员身份 因此不是用贪污罪 竟设有使公务员登在不时的问题 林昭润这次并没有亲自出席宣判庭 不过委任律师对判决结果表达欣慰 目前全国有数百名大学教授 因为被控涉嫌A国科会补助款 被认定具有刑法上的授权公务员身份 遭检方一贪污罪侦办中 引发学术界恐慌 最高法院对林昭润案的认定 虽然不能对下级审判产生拘疏力 但法界人士认为 实质上必然会有相当的影响力 有点TV综合报道